不同的香爐 上邊插著很多青色長香 長香的歷史悠久 燒長香是中國商代時期 祭奠亡者的方法 這個香爐上邊 有些長香還凍著在這裡 但是很多都已經是塌下了 香灰落在那些沒有頭的女子雕像上 陳志行到石棺面前 他裝了一下石棺裡面 這個時候 他已經完全看清楚裡面的東西了 他確定 這些就是他一直在找著的白錢的遺骸 那究竟 那個棺裡面裝著的東西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吧 第一百六十三章 黃酬血書 當陳志看到眼前的絲骨 他可以確定 就是白錢 沒有他的 因為陳志每一條神經 都在確定地告訴他 眼前的絲骨 正是上古正神 有蘇士白錢 而眼前的白錢 就靜靜地縮在石棺裡面 變成一堆帶著淡粉色薄膜的白骨 他死之前 應該是受過烈火的灼燒 骨頭上面有些地方 已經燒成了黑色的骨渣 這條絲看上去 沒有任何的皮肉殘存 他抱著膝蓋 頭低低 縮在石棺裡面 沒有神靈的影子 也沒有美麗的姿態 而是一副 普通到不能夠再普通的人類骨鞋 絲鞋上面的每條骨 都被密密麻麻地黑曬襲襪 他沾細的手骨緊握 似乎死之前非常痛苦 這個石棺裡面的東西很奇怪 裡面裝著一種半透明的物質 但是看起來好像很硬 好像是一種固化了的液體 將整個絲骨 完全黏合包裹在裡面 而這種固化的液體 雖然很通透 但是就閃閃發亮 它的材質更加像是一種金屬 陳志用手摸了一下 這種感覺很熟悉 是紅石 這個石棺裡面 裝著一瓶的熔石 而這些熔石應該曾經是液體狀態的 在石棺裡面的骨鞋 可以想像到當時白淺 是被鑑伸 扔入燒到興辣辣的熔石漿液之中 然後再被強硬握入這個石棺裡面 凝固成這樣 陳志用手摸了下石棺 想將它抱起來 突然間看到石棺旁邊的擠台 擺著一個很精緻的木盒仔 這個 是一個日本很常見的黑七彩文盒 盒的細節 製作得非常講究 用料純正 上面有迴旋形的文匯 造工精緻 好像是皇室裡面用的東西 陳志放下石棺 打開旁邊的黑七盒 他看到 裡面整整齊齊地 摺著一張黃色的布白 上面血跡斑斑 還很新鮮 佔滿了整個盒的內壁 陳志打開了這張黃色的布白 看到上面寫的是一封血書 血書的筆法有些怪異 但是字跡、捐壽、工整 是用古巡體寫的 血書上面是這樣寫的 吾乎鳥與天王座下裏裕 欲早前 東道至我東矣 乃有素是大神至尊 其於吾賭國寸土之地 十餘年矣 食人無數 空殘暴臉 一血難書 甘生靈塗炭 百姓生子 以欲速求其死 實苦不堪言 吾東矣之地 數年民不療生 人丁自滅 吾曾多次勸戒 以生死而相間 然內其不為所動 我實不忍 見吾東矣百姓 慘遭荼毒 生於水心火熱之中 甘尚請神殿 似天龍降世 將其誅滅 吾須士武大罪 願萬劫不服 灰飛燕滅 聽憑天顯 亦無所陷 有素呈鳴 一血而上 陳志看了眼血書 見到上邊 血跡斑斑 全部都是奏捷 非常殘舊 中間 有一條齊齊齊的邊 好像被人很生氣 私看一樣 陳志把這份黃酬血書摺了兩下 放回到木盒裏面 見到木盒裏 有一個用絲綢包裹的布包 陳志鬥了它一下 布包就滅開了 原來是一條絲綢的手跟仔 而在手跟仔裏面 放著那對很熟悉的大珍珠耳環 這個時候 肥威已經簡單地處理了 秦月陽的銷箱 他走上擠台 他才裝了一下石棺 他說 我頂 原來這塊東西就是殺生石了 看來百淺 這個婆娜都沒有專家說得那麼大隻 陳志說 你不要亂說話 這裡的粉飾武器有些不對勁 我們快點走 好了 陳志馬上把東西放回到木盒 拉開三年 把木盒帶住 然後把雙手插進石棺底部 把整個石棺抱起來 這個石棺裡的控石太重了 他抱得很吃力 他抱起石棺 一步一步走下樓梯 就在陳志抱起石棺的時候 肥威用手指了一下 製台的深處就問 那樣東西是什麼 陳志轉頭一看 只感覺到 碧綠的光芒升起 撒那間 下光彌漫 原來 在石棺後邊 放著很精美的金碟仔 在碟上面 放著一顆 碧綠色的圓形石頭 那塊石有冰冰波那麼大的 表面不規則 它的顏色比翡翠還要嚴綠 閃得好像鑽石一樣 綠到晶瑩剔透 令人看完之後 都很想把它據為己有 陳志說 是靈石啊 然後它伸手 將那顆綠色的石 由金碟那裡拿起身 當它的手指 碰到那塊石的時候 馬上一股清涼的感覺 全片全身 那種感覺 那麼甜到好像山中的清泉 令人神清氣爽 滋潤飽滿到沒有辦法形容 又好像吃了一千個新鮮的蔬菜瓜果 金烈豐盈的味道充滿心足 陳志不敢馬上將靈石放入邪背袋 而是將它放入衣服的內袋 陳志轉身 抱著剛才的木盒 對肥威說 拿完殺生石 走 殺毛袋 肥威一下抱起石棺 轉頭就落樓級 秦月陽這個時候已經醒了 他手軟腳軟地瀑在地上 輕微地喘息 鬼都走過去 把秦月陽揹起來 四個人就一起離開 陳志說 上邊的路不能回去 這裡一定還有其他出口 香爐上邊的長香 插了這麼多年 有些香灰 掉在爛的雕像上邊 也就是說 這個風任務做好之後 還經常有人進來 而且 看那些長香 這個人不止一次來到這個暗室 並且 當那些結界沒有到 這房間裡面 一定還有另一條通道 是直接上地面 是專門給這個人走的 當四個人 走到暗室門口的時候 鬼都突然回首 把長刀動起來 並且把手指放在嘴唇邊 噓 陳志和肥威馬上不敢走 他們躲在暗門後邊 看一看外面 只看外面的大廳 依然是燈火通明 大廳中間的火油 那些火燒到 輕輕含含 陳志擔高頭 看下頂 當堂打了個冷針 差點 連心臟都跳出來 只見到 他們下來的那個方形入口 有一個人趴在那裡 伸了個頭進來 陰陰深深地 看著下面 那究竟陳志他們 走不走得掉呢 我們留待下期繼續說吧 第164章 死去的守無人 陳志擔高頭 見到他們下來那個方形的入口 有個人趴在那裡 在黑暗當中伸了個頭出來 好陰深地看著下面 但是與其說那隻人是人 不如說是跟人很像的動物 他的頭和全身沒有任何的毛髮 身上邊都是一些黏黏的液體 四肢很長地伸展 好像一隻柔軟的爬行動物 他的眼睛很大 橙黃色 很警覺地左右閃上 他的爬牙很尖很銳利 散發著寒光 舌頭伸得很長 好像蛇一樣 不斷向前試探 肥威說 可惡 這隻是甚麼 肥威這句說話其實說得很細聲 但是 旁邊上面那隻 橙黃色的大眼一閃 嗯? 那頭馬上轉過來這邊 很明顯 他是聽到聲音 肥威馬上掩著自己的嘴 所有人大氣都不敢休息了 那隻人慢慢轉回去 用兩隻 又撩又長的手 按著木板口 咳咳咳 他的力量很大 竟然鑑長把天花板整個拉開 他橙黃色的眼睛閃了幾下 伸著長一長的舌頭 好像蜥蜴一樣 慢慢從天花板爬了下來 當他快要去到地上的時候 他翻身向下一條 兩隻腳輕輕地站在地上 這個時候 他的身影看來 真是好像一個人類 他摸下腰 兩隻手扔在前面 伸著頸 在大廳那裡四位裝 好像在找什麼 聽到這隻怪物行路的聲音 陳志馬上就確定了 就是他們之前聽到的 在鐵門外邊那些很奇怪的腳步聲 那隻怪物四周圍裝了一下 瞪著大眼 向暗室這邊慢慢走過來 大家這個時候躲在門後邊 鬼刀背著陳月陽 不敢亂動 幾個人閉氣形神 現在他們的隊伍狀態太狹狹了 陳月陽重傷在身 情況危急 需要搶救 而肥威和陳志 包括鬼刀在內 都受了很重的傷 大家都是靠特效藥 硬頂住的 現在的情況 確實不適合戰鬥 那隻怪物 慢慢走到暗室門口 去到大概兩米左右的時候 他突然不動 橙黃色的眼 但繼續轉 他的身影 在這個充滿火光的地下暮月當中 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恐怖 他沒有繼續向前走 而是輕飄飄地 跳上他旁邊的側壁 消失在門後 大家鬆一口氣 就在陳志準備看一看外面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有一陣急風 在上面吹了下來 陳志經過這段時間的經歷 已經不再是二打六了 他的身體很快地向後一跳 避開那陣急風 但是他左邊胸口 一大塊的肉已經被他撕走了 立即 一陣劇烈的火辣辣的疼痛感再次出現 陳志痛到一咬牙 硬硬頂住才可以站得穩 陳志又聽到 那隻東西尖銳詭異的笑聲 見到那隻怪物 站在自己的正前方 他橙黃色的眼裡 他的眼核是深中色橄欖型的 看起來就好像眼鏡蛇一樣 他的嘴角高高笑起 見到他的尖牙閃著寒光 鬼都一早就把陳月陽放在長角 他對著陳志大喊一聲 走開 然後就飛身跳過來了 那隻怪物見到鬼都 他似乎有點緊張 對眼不停地打轉 突然間 他向下一趴陷在地上 一股血衝到入眼中 抹開血盆大口 好像箭一樣 就撲到鬼都樹了 就在怪物 差不多撲到鬼都面前的時候 鬼都好像影一樣 一閃身 就不見了人 不 那隻怪物什麼都撲不到 但是這個時候的鬼都 已經閃到那隻怪物的身後 一到 擠在怪物的大腿裡 那隻怪物痛到馬上尖叫 他勘生拔回大腿出來 一個翻身跳上場 這個時候 整隻大腿已經鮮血淋來了 而那隻怪物呢 繼續衣起棚牙 怪笑著地看著沉滯他們 正當鬼都 行起把刀 準備飛上去的時候 那隻怪物 橙黃色的眼 變得很大 在發光 兩隻手指放在嘴前 抹開全部都是尖牙的嘴 竟然開始講人語 蛇情 突然間 見到那隻怪物的四隻 開始變得越來越幼 手臂伸到很長很長 然後好像風一樣那麼快 就打到鬼都那裡 跟蛇一樣 只是見到影 速度比之前要快得多 只見到 他快如閃電的長爪 扔了個彎 沒有碰到鬼都 而是直接打到秦月陽那裡 秦月陽這個時候 靠著牙牆 他瞪大對眼 看著那隻長爪 向自己的喉嚨飛過來 但是他毫無招架之力 就在這個時候 見到暗室 有無數刀光閃過 啪啪的聲 那隻長爪 跌在地下 變成一堆碎肉 那隻怪物 收回全部都是鮮血的斷臂 他看著鬼都 扯行大氣 表情非常之爭靈 憤怒 過了一陣子 他竟然衣起爬牙笑 他用沙啞的聲線 說了一句 SkًA 陳志森想 這隻人為什麼會說人話 它到底是什麼 難道它是人 只見那隻怪物身上有一些殘留的衣紋 有紅有白 熔熔爛爛的 已經看不出衣紋的樣色 但是陳志森看到 那隻怪物的手臂綁著一條紅繩 上面綁著一串鈴鐺 叮叮噹噹一直在響 陳志想起 他們在上面遇到犬神的時候 在陰陽絲的乾絲上面 都看到這種鈴鐺 陳志森想 難道 那些守墓的陰陽絲死了之後 都會變成這種東西 陳志幟 approximate 陳志實在不敢相信現在的結論 它看到那隻怪物的樣子相當恐怖 它應該就是101個陰陽絲裡面其中一個 以前彗插風紋的陰陽絲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但是那些怪物這個時候沒有跳到地上 而是好像蛇一樣在場面爬起來 他的眼睛閃爍挖著鬼刀 好像在等著機會 而這個時候的層次掩著傷口 他對眼四周圍看著 他想找一下這間室有沒有出口 最後他看著拱橋下面的水池 他見到水池裡面的水是綠色的 波光輪輪模糊不清 不過依然可以意義氣氣見到 下面有一截很窄的白玉樓梯 就在這個時候 那隻怪物陰陽師 他金色的瞳孔突然間變紅 最後整隻眼都變了鮮紅色 他抹大個口在那裡怪笑 過頭開始慢慢扭曲變長 那究竟陳志他們 可不可以順利走得掉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講吧 第165章 他的通道 那隻怪物陰陽師的瞳孔 很迅速地 由金黃色變成紅色 他抹大個口在那裡怪笑 整個頭開始扭曲變長 鬼刀把長刀往身邊一押 好像閃電一樣跳上牆 然後雙手抓著長刀一拼 對著那個怪物的頭就劈過去了 而那隻怪物的頭用力一擺 整個身 變成一條很幼很長 好像蛇一樣的肉條 軟到沒有骨 他纏著鬼刀的長刀 並且很快地爬上鬼刀的手臂 抹大個口 就對著鬼刀的臉咬過去了 鬼刀一側臉避開了 但是他面上邊 還是被一個怪物 扯開了一條一寸幾長的血痕 鬼刀左手拔出藍色的不知火 幾道藍光閃過 那條蛇型的怪物 都未來得及喊 就跌在地下 變成幾段肉塊了 這些肉塊在地下震了一下之後 突然間舒展開來 變成人的屍體 被斬到一絡絡地散落在地下 鬼刀突然牙關一咬 他右腳一軟 半跪在地下 左手掩著右邊肩頭 這個時候 鬼刀右邊肩頭已經變了焦黃色 只在地震著黃煙 看起來好像是中了劇毒 陳戰馬上跑過去 你怎樣 他想看看鬼刀的手臂 鬼刀大聲喊 不要動 這隻是來送死的 他的血有劇毒 就在這時候 就聽到外邊的大廳 一陣的聲音傳過來 所有人擔高頭一看 當堂嚇到無管凍 只見天花板上邊那個入口 一群全部都是黏液的怪物 正在從黑色的窟窿捐出來 他們的樣子好像麗鬼似的 那些怪物對眼全部紅薄薄 嘴角笑得很高 露出他們全部都是尖牙的大口 一邊尖叫 一邊就揮舞著他們的手臂 向陳志他們爬過來 肥威大聲說 糟了 這些東西太厲害了 我們搞不定的 走啊 要快點走啊 陳志轉頭看了一下 橋底的水面 全部人跟我下水 說完 陳志忍著痛 跑過去揹起秦月養 跑到水池邊 頂頂一聲就跳下去了 這些水感覺很滑 陳志就好像 掉進去透明的油 然後 肥威也抱著殺生石 一起跳下來 之後是鬼刀 鬼刀左手拿著刀 他的臉口已經青了 他咬緊牙 可以看得出 他右手的毒非常之痛 那幫怪物撲到池邊 伸手就想捉他們了 但是 一碰到池裡的水 好像捉電一樣 就縮回去 好像很害怕 幾個人 在這種透明黏沼的水裡 很快地向下潛 水底的感覺很奇怪 越往下游 周圍的光線 就越暗淡 越混濁 那堂白玉樓梯 一直向下延伸 最後陳志發現 原來在水裡 是可以呼吸的 大家發現可以呼吸之後 緊張的情緒都平復了不少 繼續沿著白玉樓梯向前游 這個時候 陳志發現前邊的水 突然光了起來 中間還有很多影 好像LED屏幕一樣 隨著火光的閃爍 水裡出現了很多斷斷續續的畫面 非常真實的 好像看電影一樣 裡面大部分都是日本古代皇宮的影像 有宏偉的宮殿 有四周圍行的侍女 還有花團感觸的白玉蘭鼠 而畫面當中出現得最多的 就是那個穿著白色和服的女人影像 她的陰庸笑貌 打鬧氣氣的場景 都非常真實 陳志幾個人不停地向下入 慢慢被周圍的影像干擾 他們迷失了方向 最後陳志突然間覺得重心失控 整個身體好像沒有支撐地掉下去 啪一聲 陳志整個人搭在地上 而她背後的秦月羊也輕輕地哼了一聲 一口血就躲在陳志的頸上 之後又聽到啪一聲 肥威也搭下來 然後鬼刀也從上邊跳下來 陳志扶起身後的秦月羊慢慢站起來 在秦月羊的包裡摸了一下 拿了火摺紙出來 搖開火摺紙之後 陳志看看周圍 她後面是一面石壁 而前面是一條霧道 黑蒙蒙 陳志心想 這裡應該就是那個人來祭祀的通道 鬼刀拿著刀走到石壁旁邊 挨在那裡處理傷口 而肥威指著陳志就罵 你這個橙仔你真是夠狠心了 粗重的事就給我做 叫我攬持一塊殺生石 等你個肺也差點摘死我了 陳志將秦月羊輕輕地 躲在霧道的石壁旁邊 他摸了一下秦月羊的動物 他的氣息已經非常微弱了 需要馬上搶救 而鬼刀在身上扯了一條布條出來 用牙咬著一邊 把布條綁在手臂裡 勒住血管 陳志見到 鬼刀的手臂現在上面 全部都是金黃色的龍泡 鬼刀咬實牙 用匕手刺穿這些龍泡 讓裡面黃色的龍液流出來 然後用刀在手臂上戒一些血痕 又在急救包裡面 拿出解毒的藥粉滲上去 滲完藥粉 鬼刀閉上眼睛 躲在石壁裡休息 陳志這個時候的左胸都很痛 他整個上身已經被鮮血染到紅色 他脫開衣服 隨便滲了一些紫血藥粉 然後跟大家說 前面應該就是出口了 那些怪物可能還會追過來 我們不要休息了,走吧 好了 這個時候所有人都站起來 又繼續沿著墓道向前走 陳志揹著秦月陽 肥威抱著殺生石 鬼刀的右手暫時不可以用 他用左手拿刀在後面斷喉 這條墓道沒有任何的裝飾 甚至連擺火把的燈台都沒有 但是就很乾淨 牆壁和地下都一塵不染 清一色都是白色的石頭 連一個轉彎位都沒有,直通前方 幾個人走得很快,連水都沒空喝 走了很久,後面的怪物似乎沒有追過來 最後陳志發現 自己的雙腳已經走得沒有知覺 全身的肌肉開始發軟 快速控制不到了 突然間 聽到叮咚一聲 陳志知道 這個是智能手機內網的訊號 如果現在內網可以聯通 那就證明老筋斗來他們很近了 陳志跟大家說 我們出來了 內網可以用了 陳志發現 大家現在已經很累了 秦月揚也都昏迷過去 肥威說 你快點看看 老筋斗的老坑公在內網說什麼 你回覆他 這件事真的太棘手了 之前說的價錢收少了 不行不行,一定要加錢 陳志一隻手扶著背後的秦月揚 一隻手揚出手機,看看內網 內網確實可以用了 只見到屏幕上面 有很多老筋斗的頭像閃了很多下 一共有五條訊息 第一條 大家回來的時候 就拔繩做訊號 第二條 快點回來啦,是陷阱來的 第三條 他要來了,不要來我們呀 快點走 第四條 快點走 快點走 第五條 快點走 那究竟老筋斗他們 經歷了什麼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 恐嚴 第一百六十六章 等待他門的人 曾次见到老跟斗的头像 在内网那里闪了很多下 有五条信息留下 第一条 大家回来的时候 就拔绳做信号 第二条 快点回来啦 是陷阱来的 第三条 他要来啦 不要来我们呀 快点走 第四条 快点走 第五条 快点走 陈志看完信息之后沉默了 过了很久 他举高智能手机给大家看 看来甘肃他们 被人捉住了 但是奇怪了 山上应该没什么人的 是谁呢 难道 所有人都沉默了 大家继续向前走 这条木道越走 前边的气温就越低 他们又走了很久 突然间 前边一股新鲜的空气 撲面而来 跟着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条一直往上走的石级 大家走上这条石级 大家走上这条石级 过了一阵 看到一个很矮的出口出现在他们面前 在出口外边 终于见到天空了 看到外边的世界 陈志觉得自己好像在监仓里面翻出来 他很想对着那天大喊 但是现在他没有心情 他很想知道老根斗现在怎么样 外边的天色已经黑了 也都不知道现在是几点 天上边的月光很朦胧 但是星星就很闪上 离远他们还可以听到 是有时无的海浪声 几个人从出口捐出来一看 外边全部都是树林 地势很熟悉 陈志再望上去 原来这里是他们下来的那个 懸崖的边边 这个懸崖壁 原来一直都隐藏着一个矮门 非常隐蔽 直通海底无越 他们下来的时候竟然没有发现 陈志将秦月亮 躲在懸崖壁上 所有人休息了一会儿 喝了点水 他们确实很累了 如果现在陈志摊上床 可以立刻睡着 再都起不回身 休息了一会儿 他们就去之前下来的地方 找回那条 扔他们下去的绳 他们在懸崖壁那里 发现那条绳 在风中 扒下扒下 陈志原先以为 如果老根斗他们被人捉住了 那这条绳 应该会在懸崖那里 整条跌下来的 或者是被人整条拉上去呢 但是现在这条绳 就依然留在那里 好像懸崖上边 依然有人等他们回去那里 几个人互望了一眼 都没出声 陈志这个时候走过去 扔着绳子的一边 试探性地扔了一下 过了一阵 只见这条绳子都移动了一下 上边有信号呢 陈志在内网那里 和老根斗发了几条消息 但是都没有回应 陈志站在省隔壁 看着肥威和鬼都 去问他们的意见 肥威说 顶 究竟搞什么 你不是说 老根斗被人捉住了吗 那上边 等我们那个是谁 难道是鬼呀 老根斗 他发的消息 到底靠不靠得住 他会不会乱这么快去 吓我们呀 陈志拎了下头 他望了一下 靠在岩壁上边 面无血色的秦月阳 他不可能会吓我们的 不管上边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我们只剩下这条路走的了 而且秦月阳 需要马上抢救 否则他就玩完了 陈志拎了下绳子 把安全带扣在上边 准备做先锋第一个上去 肥威用安全带绑着杀生石 跟在陈志后边 鬼刀背着秦月阳在最后 三个人连成一串 拉着绳子 就向上爬了 这条路太艰辛了 陈志后来想起 不记得是怎样坚持到最后的 百多米的高空 完全是靠他们一步一步咬实牙关 硬硬爬上去 陈志的手已经全部脱了皮 全部都是血 他都不知道痛 他现在身上的伤口 一早就多到数不完 爬到中间的时候 陈志的眼被汗水张住 大风当中 他勉强扶着岩壁 才没有被风吹下去 三个人之前的体力消耗太大了 现在唯一剩下的 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意志力 而这种意志力 甚至令他们忘记 上面本来应该有的危险 他们向上爬了很久 很久 用尽身体上的一丝一毫气力 就在陈志 准备着自己 会随时被吹落缘崖的时候 他终于见到 在黑暗当中 懸崖的尽头 老筋斗在那里伸了头出来 向着他们入手 肥威眼尼 他一见到老筋斗就问了 咦? 抢子 已不是说他 被人捉了吗? 陈志这个时候没有出声 也没有停下 他继续向上爬 对眼挖住老筋斗 肥威说 这只老人真是心理变态 顶他 嫌我们不够惊险是吧? 还发信息来吓我们 现在他就生吵吵在上面 陈志看着老筋斗 觉得有点不妥 在他印象中 老筋斗虽然经常都喜欢和他们入手 但是 他现在的动作形体 有点怪 只见老筋斗眉头紧皱 对眼灯到很大 似乎还有点泪光 头部很夸张地左摇右摆 右手不停地向他们入 但是 感觉摆动的幅度很怪很夸张 而且很快 陈志小声地说 大家小心点 甘肃的样子好像有点不妥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开始警惕了 鬼刀的左手 已经静静地 拔了把长刀出来 他们越爬越高 陈志 遮着朦胧的月光 终于看清楚老筋斗的样子 老筋斗的臉 痛苦地扭曲 他的眼泪 哀哩巴哀地流下来 但是嘴唇 就咪到实一实 根本打不开 想叫都叫不出声 老筋斗的身上 全部都是血迹 而他的手 明显是被人截断了 手臂的关节 全部变了形 好像一个脱了线的木偶一样 向着他们入手 陈志伤手一紧 他的身体就停在半空当中 陈志见到 前边的老筋斗 眼里面整泡眼泪 拼命地对着陈志拎头 好像在说 不要上来 陈志叫了一声 叮!不对路啊! 他提示后边的肥威和鬼刀 但是他说话还没说完 感觉到一种强大的力量 将他手中的绳 一下就拼到半空 之后陈志他们 好像一连串的草猛 那样重一重地踏在地上 陈志爬起身的时候 他用余光看了下老筋斗 正趴在缘崖边 整个人通到震了 而有一个人 在这个时候 走在陈志面前 陈志担高头一看 这个人是谁 他一早就猜到了 那究竟 陈志他们 可不可以有命順利离开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 我们留下期继续讲 陈志担高头 陈志担高头之后 他见到懸崖上边 密密麻麻地站满人 这些人的样子 陈志很熟 就是几日前 和他们朝见口 晚见面的青山村村民 这些人 全部表情僵硬 而麻木 好像一群木偶 请不吝点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